骑车上桥就像是越野挑战赛 这个转弯处得闪过一个又一个散落的垃圾 这是台北桥网三重的机车专用道 怎么会出现这种垃圾挡到的夸张景象 而且有垃圾代表就有人丢 环保局驾设监视器搜证 果然 骑士经过这个转弯处右脚轻轻一踢 一大包白色塑胶袋装满垃圾 就从机车脚踏垫滚下车 而且不止一天 隔天同一名富人骑车又出现 路过经过他的黄金右脚 又把垃圾踢下车 民众乱丢垃圾苦了倾斜人员 加重勤务上桥捡垃圾 一辆辆机车呼啸而过场面惊险 节省购买垃圾袋的费用 那第二个可能他们的一个质疑是说 他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垃圾车来丢垃圾 可是事实上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一些指定的丢弃点 民众乱丢垃圾可以依照废弃物清理法 最高开罚6000元连续开罚 这名年约50岁的富人 贪图方便想省垃圾袋钱 真的省了吗 一丢弃两包垃圾 用五公升专用塑胶袋 只要4块钱 但遭到开罚得缴6000 划得来吗 缺乏功德心乱丢垃圾 不止环境脏乱 如果其他骑士 为了闪垃圾摔车或造成事故 恐怕这一踢 还得吃上公共危险罪 记者陈嘉明 邵紫阳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